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九百四十一集 许清安已废 不必顾虑 东海龙宫的门徒勃然大怒 揪住李灵素的脖颈 就要动手打人 混账东西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李灵素抬起手抵挡 一边用嘶哑的声音求饶 一边按骂虚签 老头子不讲武德 求饶并没有什么作用 东海龙宫的门徒一拳把他打爬 李灵素立刻蜷缩起来 护住头 一副默默承受挨打的姿态 又一名门徒加入围殴队伍 教训这个敢冲撞队伍的家伙 这边的动静 只是让东方宛容和东方宛青 扭头看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既没喝止门徒 也没有添油家粗 两名门徒揍了一顿 便骂咧咧的追上队伍 只留下浑身灰尘 抱头蜷缩的李灵素 以及牵着马在旁吃瓜的许青安 好险好险 李灵素揉着腰爬起来 抬去身上的尘土 嘴角抽搐到 前辈 你刚才为何要害我 许青安面无表情 睡一睡一容的效果 现在看来还不错 李灵素狐疑的看了他一眼 身为天宗圣子 他有着超凡脱俗的智慧 并不会因为徐谦的身份 而失去自己的判断力 他怀疑徐谦刚才是故意的 但他没有证据 按理说不应该啊 我没得罪他呀 李灵素似乎想起了什么 露出恍然之色 他肯定也知道 自己的夫人时常偷看我 像一个春心萌动的少女 我这该死的魅力 我爽了 许青安心里长长的输了口气 并认为自己也是富有正义感的男人 因为赠物渣男 两人走了片刻 一只麻雀飞了过来 落在了许青安的肩膀 叽叽喳喳了一阵 扁振翅飞走 李灵素看见老怪物徐谦的脸色微沉 东方姐妹进了三花寺 她说道 顿时呢 李灵素明白了 这位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 为何情绪急转而下 三花寺闭门谢客 任何人都不能进 怎么身为巫神教势力的东海龙宫就能进呢 这足以说明 双方之间存在某些见不得人的交易 这样一来 我企图暗中制造冲突 渔翁得利的计划 就宣告破产了 许青安心想 李灵素呢 摸着下巴 我倒是没听说 容姐说巫神教和福没有勾结 许青安眉搭理 心事重重的牵着马独行 三花寺 东方宛容 东方宛清良姐妹 在寺内僧人的指引下进了禅房 禅房里 盘坐着一尊金刚 他赤着上身 下身则缠着虎皮 皮肤是淡金色的 没有胡子 没有眉毛 像一尊由金水浇筑而成的雕塑 他身高一长 身躯并不魁梧 却充满了力量感 脑后燃着一道火环 方佛踏入禅房 东方姐妹就感受到一股燥热 仿佛从初冬的季节回到了炎炎夏日 三品金刚 气息至刚至阳 仅是他的存在 就让这座禅房百歇不亲 这位护法金刚右侧 势力着一名武僧 青年 肌肉撑起僧袍 眉毛很浓 眼睛宛如同龄 炯炯有神 看人的时候 仿佛是在瞪人 东方姐妹低头 恭恭敬敬 乖顺安分 见护法金刚 眸子半开半合的护法金刚 缓缓说道 来的是伊尔波 还是武打包他 对方说话已经尽可能的平缓 但在东方姐妹俩听来 依旧宛如雷鸣 耳边嗡嗡作响 这是佛门狮子吼 修行到高深境界的表象 若是普通人听了 立刻心神震荡 惶恐不安 大奸大恶者听了 则会战战兢兢 如临末日 东方宛容垂首 是伊尔波长老 多了段他补充道 伊尔波长老赶来的途中 遇到了四天剑的孙玄机阻拦 双方打了一场 各自负伤 护法金刚沉声说道 四天剑果然会出手 术师手段诡决 防不胜防 吴师是术师的前身 有灵慧师出手 再有本座守在塔外 事情才能稳妥 乌神教满怀诚意而来 希望佛门也能守诺 释放师尊的魂魄 出家人不打狂语 佛门不是大奉 信而无言 我们取隆起 你们带走纳兰的魂魄 只是 你们如何证明自己的信用 如何证明纳兰的信用 护法金刚睁开了眼睛 一双绒金色的毛子 伴随着她的睁眼 脑后的火环呼得烈焰高涨 东方姐妹俩浑身遗产 脸色陡然白了几分 姐姐东方宛容深吸了一口气 师尊魂魄 被镇压二十年 元气大伤 即便想言而无信 恐怕也无能为力 至于伊尔部长老 他承诺听从安排 护法金刚重新闭上了眼睛 东方宛容缓缓吐息 松了口气 伊尔部长老说 四品之上虽然无法进入浮屠塔 但大师莫要忘了 四天剑的孙玄机 和许契安联手的话 他犹豫了一下选择明言 那许契安虽是后起之秀 却比镇北王更加强大和可怕 这句话的意思是 他们未必是许契安的对手 但对方是佛门护法金刚 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 以免对方认为他亵渎佛门 护法金刚老僧入定 许契安已废 不用顾虑 许契安废了 东方姐妹又惊又喜 俏脸喜色浮动 许契安的威名 他们可谓如雷贯耳 身为巫神教附属势力 这样一位大敌尾时让人寝食难安 以前那个薄情寡义的傅心汉 时常在他们面前推崇许契安 让他们对大奉许阴罗也产生几分好感和赏识 但随着许契安在豫阳关独挡八万叛军 在京城窄园景地挫败大巫师的谋划 他们两人便再难欣赏此人 只觉得许契安是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敌人 危险系数不可同日而语 护法金刚闭上眼睛再没说话 东方姐妹攻身行礼 退出禅房 冰冷的气流迎面而来 他们精神一阵 深吸几口气 只觉得浑身轻松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